甲铃问杨子 他跟沈梦辰聊天的时候说 甲铃是他见过超级无敌意气的人 他总能在春晚碰到甲铃 很想跟甲铃成为朋友 王一博与别人戴的口罩与众不同 王一博可真是个铁憨憨 别人都是白色的口罩 就他戴个黑色的口罩 扭头看到陆寒 黄子涛 他们都是一样的 才发现自己那会拒绝的好像不太对 工作人员在王一博刚坐下来的时候 就给王一博送了口罩 结果王一博愣了一下 然后两次指了指自己戴的口罩 要是不需要 等工作人员离开 他一回头才发现 原来大家都是统一的口罩 而且口罩还有不少小设计 陆寒口罩上面印个大红灯笼 因为脸太小 戴上口罩都看不到脸了 憨憨的王一博 回头看别人口罩的眼神 真的太好笑了 穿睡衣的人家伦 睡衣伦伦子 就是最能蛊惑人心的 镜头下的人家伦 可以淡然从容 可以大笑豪爽 可以矜持优雅 可以颠倒众生 佳伦好久没有拍过服饰系列了 期待他今年能够解锁服装品牌代言 最后再叨叨几句 我就是佳伦嘴里的那朵花 我就是他手里的那颗红苹果 我就是他怀里的那个枕头 谁都不许跟我抢 谁都不许跟我抢 我再去得到 我会对我 zombies只这样 你也认为我 确实按摩 我就是这项都不许多了 家伦都不许多了 等多了 你现在已经不许多了 我那我给亚伦都不许多了 你咳 subs 我可以带你